大哥開什麼東西 嗨 這個看到現場這輛來車 就知道我們今天開箱開什麼呢 就是開箱這個 那神車就不需要討論 直接頒給我們的 這個車子非常非常 受到大眾的喜愛 然後這一次又加以升級了對不對 推出第五代 OK 我們待會兒來討論一下 而且我們今天要討論 很多關於近戰的事情 那首先歡迎我們第一位 特別來賓張立龍 嗨 情場界的近戰 是... 好 優妮 嗨 請到了從來自日本的 高橋大輔 他是YAMAHA的部長 好 好 然後再一位是YAMAHA的經理 林詠芳先生 大家好 接下來這個 很多女生都很討厭他 為什麼他叫小三 因為他夜市車手 好 我們小三 我們先問一下那個 平民的感覺 對 因為他們大眾 所以他們是真正的 我們是消費者 對 消費的最大的力量 請問一下立東 就是說 在機車上面來講 你們比較重視現在哪一些的 設計元素 因為現在的摩托車 跟我們以前差很多很多很多 就我那個年代 我們那個年代就是 你知道很簡單 機械化 現在不一樣 你最重視的元素是什麼 我最重視就是我那個 但是你要怎麼樣擁有 後座上面的女生 車子很重要 就是車子很重要 是不是 所以你那個車子 我男生最重的就是 就是那個 可是你操控性好 速度快之外 女生後座 坐的那個舒適感很重要 真的 就是讓他覺得說 你很帥 開得很快之餘 那個後面女生還會覺得 還坐很舒適 然後那個操控性很好 然後他就覺得 你這個男生很可靠 可是這樣他會不會坐得太爽 就不抱你了 太安全了 要時時刻刻提醒他 抱著... 抱著... 那女生 我覺得是 因為會整個... 你有夜盲症是嗎 不是 因為這是他整個形狀 或他的那個... 造型 造型就會 很凸顯這台車的個性 是 對 然後如果有些車身就是 很酷炫 但是大燈沒有那個氣勢的話 就會弱掉一點 大燈是那個靈魂的感覺 對... 眼睛嘛 你現在是專業 我怎麼覺得我也很像詹老師 對啊 OK 今天我們一開始就講到近戰 你要知道 就是說在蘇格達 蘇格達在台灣的市場非常大 好 就是幾乎現在這個 蘇格達佔了大概 我看有一半以上的市場 超過... 對不對 差不多嘛 當然也有一些人 很喜歡擋車或者 重型機車我們把它撇開了 但是整個來講 幾乎是一半以上的市場 在這麼大的市場之中 YAMAHA在什麼機緣之下呢 開發出近戰這一個神車 高橋部長 日本的話になるんですけど 2000年ぐらいに 50ccから125ccぐらいの 小型のモーターサイクルの需要が 9万5千台ぐらいありました このうちの56%ぐらいがスクーター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この需要に向けて作り出されたのが 今回のシグラスでした 海外市場 我跟你講 這件事情 我們就要加以掌聲鼓勵 你照顧我們 因為 我們大家都知道 在日本我們看到有一些車款 他們是在日本製造或者是 他不會推到國籍 對 那這一次就是他們願意把這個車 推到國際化市場 相信在國際化市場 整個蘇格達 他們的品質會很高高的提升 對不對 可是當初推出的時候 一度遭遇到很重大的挫折 怎麼了 康哥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以前的車不是長這樣 小的 很簡單 很一樣 以前我們騎速卡有什麼 DEO 或是RS 那是小台的 小台的 所以這台車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雖然是一個國際級的 但我們就覺得這麼笨重 誰要騎 12寸輪框 雙避震 然後車子比較圓 可是你看現在 2019年今天 哪一台賣的好車不是這樣 對 它做得好符合大家的需求 所以到今天變成是 它反而變主流了 它從非主流變主流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 YAMAHA很厲害的地方 對 因為就是整個 它的技術跟它的車型提升 對 以前那種東西當然 它曾經流行過 但已經不能滿足我們現在 現在其實當然要騎這種 沒有錯 對不對 我當然我也要騎 這個好車 性能好又舒服 我跟你講好車還有一個最重要 安全 對 安全 其實所有的車 它一直在提升之外 它的安全是最重要 所以這個待會兒我們要介紹給你 它的安全上面有一些什麼樣的進化 那背景證明 這個是有一個什麼樣的開發策略呢 高橋 這個SIGNAL是 Tafnes 和 Comfort Scooter 開發的概念 開發 台灣製造的 台灣製造也是品質保證之一 而且我跟你講 現在這種車不只在我們亞洲 在美洲也越來越流行 對 像我之前在美洲看到很多地方 其實白人他們很喜歡騎這個車 各種人種都越來越喜歡這種車 因為這個車方便 好騎 而且油品質 這很重要 對 然後這一次還要 就整個亞洲市場都要推出 其實之前這台車退出的時候 因為台灣製造 我們就想說應該只有在台灣賣吧 可是後來發現其實很多國家都有賣 甚至它的第一代 因為已經十幾年前了 我去年到歐洲參加車展的時候 其實街上還看得到第一代的進展 因為表示說這個車它其實品質做得很好 是 那康哥剛剛也另外講到了 台灣製造品質好 所以美中那邊也有 現在其實有一些像哥倫比亞那邊 他們也是在玩這樣的車 他們也會特別遠都從洋到台灣來訂 改裝的零件 買台灣的車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我們台灣做的速克塔 確實是不錯的 對 怎麼突然 不過這很棒 因為台灣的製造 加在YAMAHA的它那個專業的一些技術 是 這樣子結合之後 讓全世界對這個車都非常有信心 不過剛剛講到這台車 已經到第五代了 第五代 從第一代十幾年前到現在 這五代之間它一直在進化 一直進化 有些什麼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這台車是在一代進展 2002年推出第一代進展 他說推出的時候就以訴求就是 那運動性能要好 是 而且搭配當時還很少人用到的 十二寸輪圈 那十二寸輪圈呢 就可以有大的傾角 穩定的國安性能 所以進展在賽道上面 也訂定了很好的一個基礎 當時就已經就是把大家震撼到 我聽說第一代這樣 然後到了第二代以後 又怎麼樣的進化它呢 那在第二代的時候 2006年推出以後 那針對在避震器的部分 跟碟盤部分 再做一次提升 那包含視覺上面的話 那個馬表上面的一個 指針式的一個馬表 跟液晶的馬表共同結合 那整個那個 運動性能就會更加的挺身 我很佩服你們這些做 蘇格達生產的 機車生產的人 就是因為你看你們第一代 推出來就已經很棒 第二代又加一個提升 就是你們一直不斷的超越自己 到第三代了 不是我們剛剛聽到現在 已經很夠用了 第三代又有什麼樣提升呢 那我們第三代的時候 我們是用一個 超跑的運動性能 當作一個訴求 你們越來越狠喔 超跑 超跑 那我們那個時候的話 就是針對 除了運動性能之外 我們也加入日常上面 要用到的一些 LCD 還有一些 車重的配置 所以說這台車呢 創造了在三驗機車 最泛年齡層的一個代表車款 廣泛啦 對 老師講 以我的這個用車跟技術 第三代我幾乎已經緊繃了 我覺得已經太好用了 可是喔 不行 還要在第四代 不是 第四代還能夠 現在是有 戰機的想法了嗎 對 因為已經超跑完 就現在只有戰機了 這個A四代很慢 那我們四代的時候呢 那就是回歸到一個 把一個姐姐 當作我們的 這一次的一個訴求重點 那我們在整個外觀的線條 把它收縮得更為立體 動力上面 我們也做一個提升 把突輪軸的角度 做一個變化 讓它整個的動力 做一個提升 是 那就讓成功的結合 在一個優雅的外觀 成一個強勁的動力 做一個完美的結合 就是當時這個社會在進步 時尚什麼通通不一樣 大家都對審美的觀點也不對 在這個上面 裡面也跟上了腳步 加以修正 完了 第五代 我已經想不算了 就是第四代已經這麼 已經滿了啦 第五代 OK 我們現在講 我們第五代最新來了 最新的 那第五代的進展就是 2018年推出之後 我們主要的訴求就是在 這一次的 ABS 的一個 重車級的ABS煞車 安全 還有一個 是我們這一次的進化重點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 亮度提升的一個 LED 然後還有ABS安全的煞車 讓你在激烈操控 享受運動感的同時 也能夠享受安全的一個旅程 對 所以我剛剛一直講 就是說其實摩托車 一直在現在為止 它的安全指數越來越高 這對每一個用車的人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對不對 尤其你看 車燈加亮 我以前也騎摩托車 有的時候 你到那個真的比較暗的地方 你會真的發現 它的亮度不夠 山區 對 有沒有 路燈很昏暗 那你現在LED下去 我的天啊 太誇張了 燈對了 什麼就燈對了 對不對 而且這很 好長啊 好厲害 雅瑞 我們在介紹 你不要趁機 而且就像女孩子一看 其實我跟你講燈就是剛剛講 我們以女孩子觀點 燈一來那個明亮的感覺 人家對這個車感官就不一樣 就覺得這個車安全 對 而且好看 對不對 那現在已經加到這麼緊繃了 現在這個車來講 就像我們剛剛講 神車 OK 那你們對進展信念 你們有 我其實有坐過三代 你應該常被載吧 真的沒有 你應該坐過五代 對啊 沒有 我有時候就是 五代嘛 就是它進竅門要很長一段路 然後就會鑽小巷子 然後一開始我都坐女生的機車 就是那小綿羊 然後就 感覺很飄 但是有一次我就坐到 近戰的三代 我就覺得 就是好穩 然後呢 因為他們大學生 就很喜歡去跑山 是 然後大家都說 一定要坐近戰 因為它的穩定性 跟它的舒適度 就是比其他車都還好 對不對 你如果坐到那個 去航命山 那個要過 那個很彎 然後就被稱為 把妹的整車 把妹整車 對 就有它就是女生會感到很安 安心 安全的感覺 就是說 如果我們參加聯誼 大家出去的時候 你這台車那一停 就發亮 就帥了 大家就一直在看 還可以把鑰匙在哪裡這樣 對 好坐 安全 帥氣 就算你坐後面配到一個 你不是很喜歡的 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所謂的 那就是 我們就享受近代 帶給我們的快感 因為你看後面 它如果後座的女生 它如果 可能稍微風雨一點 那你如果車子又不夠好 你摔倒 那也是落殘 不過這個車 如果後面風雨一點 它會嚇倒 我平常坐這個 別的車都會跑不動 對啊 OK 那小三 你五代都騎過吧 都騎過 對 但是我跟你說 就是這個車呢 它不只是把妹神車 其實它也可以算是 因為網路上流傳一句話 在山路上 騎近戰可以 真的 有 所以剛剛康哥說 立東是這個情場的近戰 基本上一樣 為首欲違 有道理 你是講講為所兩個字 對 為所欲違 對 我們當初騎一代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有點抗拒 這個車比較重 我們覺得不好操控 因為那時候我們有玩比賽 我們就覺得說 這怎麼跑著你那種地 有那種小牌子 就是小車 可是後來發現 它可以壓很低 它前腳很大 那這樣子你就會發現很穩定 那騎了一段時間之後 有一段時間台灣那個賽車場 近戰 就是所有蘇克塔都可以參加比賽 近戰的參賽率是 就是100台裡面有99台都用近戰 因為你當一個 你當一個賽車手 你跟車子之間的信任感 要非常的堅強 對 因為你做了很多動作 然後當它 你很信任這台車的時候 你就敢去做 對不對 它也幫你做到 所以它的佔有率會這麼高 對 所以它是一台 大家也要這麼大 怎麼可能去比賽 但是它就是 讓那個車手有那個信心 去做出很多的速度 跟它的彎道什麼的 對 那個是一樣 它也開發就是台灣的改裝市場 因為大家說原來蘇克塔 這麼好玩 以前就覺得說 你要玩改裝 大概是玩打檔車吧 可是後來發現說 因為這個車 因為改一改 要直線有直線 要彎道有彎道 改什麼啊 各種改 對 可是呢 YAMA好像就是 也沒有要讓我們改太多 因為他們自己也改了嘛 二代 三代 自己就改 他們想得到 都幫你一直一直進化提升 對 我們改的時候 改輪框啊 他們也幫你改 輕量化 剛剛說三代輕量化 然後燈具也是越改越流線 然後到現在 對啊 那我們 對 你改 YAMA就發現 我幫你改 我給我面子 再一台弄你這樣 而且近戰的好啊 我自己也有騎過那時候 我學生時期是二代的 那個就是那時候是 就是算 我的老天兒 那個說我的老天兒 因為那時候騎的也是 陪伴我學生歲月 而且近戰的好 我跟你講 不只我喜歡 小黃旗還為了這個 寫了一首歌給他 叫什麼 老師 音樂 對 我車近戰多少遍 近戰多少遍 你才近戰 我車近戰多少遍 我車近戰多少遍 厲害 厲害 來 下面有話說 本圖和我最近剛好在考慮 簽一台進戰 這次聽說出了新的塗裝版本 害我有想簽一台的衝動 剛好我婆佑妮也在現場 勢必要展現一點男子氣概 待會兒如果介紹得不錯 我們就直接簽約賀成交 好 來 我們來看看車子來 請到這邊來 我是這個 因為我對這個 Monster Energy 這個標誌非常有興趣 為什麼 因為這個標誌 我們在所有的X-GAME 賽車上面 都經常看到它 那這個以前 當然台灣也有看過 可是是自己貼的 那這一次是你們 車子出廠就有這個嗎 聯名款 有聯名款 聯名款通常都比較貴 厲害 可是這個聯名款 它是原廠 MOTO GP場隊直接授權的 可是像我們自己貼當然便宜 你貼10塊20塊 這是正版授權的 而且這還是最新版本 我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 我穿的是 之前的場隊衣服 我覺得很帥 一來他們全穿最新版的 不是一代 沒跟到啊 所以那個買車也是要買 最新的版本 對 很帥 請問部長 部長穿什麼號 待會兒把他搶 搶過來 搶走的話 很帥 而且這個尤其在介紹 旁邊有貼的 你就說 你在縫耶 正版 正版才帥 這個在年輕人之中 如果說你有去注意到 所有的很多的運動上面來 運動賽事都 這個廠牌它所有的贊助都是 對 它今天願意贊助這台車 就表示它對它的信任度 沒錯 認同度非常高 那這台車這個塗裝 非常非常的搶眼 YZR M1塗裝是哪一個 YAMAHAのトップレーサーの YZR M1の カラーリングを 彷彿させる カラーになってます 對 Monster Energy Black とYAMAHAの Factory Color ブルーを コンビネーションさせてます ブルー あとはですね Monster Energyの グラフィックと あとは ゴールドの Monster Mark これはYAMAHAの Policyとして Factory Racerにしか 付けられない 特別なグラフィック この これも 品牌的特色 沒有 他這個特色 是金的 金的 ゴールド 金牌保證 ゴールド OK 所以這個出去 就贏 對 而且很多奇境 這樣的朋友 他都很喜歡買這個貼紙 然後現在就直接正版的 出給你 而且很像賽車 而且之前這種 特別塗裝 要嘛就出在1000cc的跑車 600cc的 可是你像現在YAMAHA 直接把它出在125競戰上面 有這個車猛 是 很厲害 他現在是GP特製版 對 那我們要請教部長 那他當初YAMAHA 如何跟這些賽事 在結合 YAMAHAとレースの 話をすると すごく長くなるんですけど 1950年代ぐらいに YAMAHAは 1号機として YA1をデビューさしました 当時1950年代ぐらいの日本は 高度成長期で オートバイメールカーが たくさん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も 最高初のメーカーとして 参入しました その時に 全国際賽事 やっぱり 在十月十四號的時候 他們的MOTO GP選手 Banaris直接來 以前這開玩笑 這不可能的 點多過境轉機 路面就走了 他這個特別 Yamaha這邊請過來 因為他要告訴大家說 我不是只有貼紙塗裝是賽車 我們真的有在參與賽車 我要讓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是很棒的 各位 這個就是大廠 真的 對不對 見面會 太棒了 就是在十四號 對對對 十四號 要追得到他才見得到他 但是這個 那你以北京見不到 但是這個呢 其實日期不太重要 因為太熱門了 這邊就直接爆滿 額滿 是 高人氣 所以我們待會兒要請高校部長 是不是之後多辦幾次 其實 對... 多辦幾次 因為我相信Yamaha在國際上的 知名賽車手不只他一位 是 也有各種各種的賽車手 那Yamaha 其實在國際賽車上面 也有各種不同的賽事 其實多請他們來 也提升我們台灣 對這個賽車的一個 認知 對 交流 對 一個感官 好 那剛剛講到 這個煞車系統 是厲害在哪裡 剛剛系統我們這一次 Yamaha採用的是 Adovix第三代的 ABS的一個設計 那它的特色呢 就是在於它的 就是 裝回路設計 它手感比較輕 那它介入的時候很精準 所以你的操控熱區 也可以保持 所以依照這樣子的這個系統呢 現在目前跟我們 重機販賣的MT-09 是同一套系統的一個設定 在這套系統呢 每秒呢 可以偵測 100次以上的一個輪速偵測 哇 好厲害 1秒100次 對 很精細耶 很精準 因為它隨時監控啊 它如果發現說你的輪胎打滑了 它就直接介入你的煞車 並且我們煞車打滑 你會開始計畫之後 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有人說可以點放 跟我們開槍一樣 可以點放 對 但是 你都打滑 你看 怎麼可能 那它1秒100次的點放 是不是就可以比較安穩的 把車給殺下來 是 所以這是智慧的 智慧的科技的結晶 我跟你講 所以我說現在的蘇格達 他們已經不是我們當年 對蘇格達的印象 真的 它一直不斷地提升 所以我剛剛在前面講 就是我已經覺得緊繃 它還可以再把它做到更棒 不過剛剛講的塗裝 我再補充一個 像這個 比如說你們年輕人 你看像我 我騎這一台就穩重 對 就適合我 低調 這個消光 而且還消光 這個騎出去質感多好 像我騎出去 有沒有 有 有沒有 很漂亮 我覺得它做出來這些東西 都有去 去針對消費者的一個心態 去做設計 這是很棒的 那引擎 來介紹一下引擎的形式好不好 它是四行程 空冷燃油噴射引擎 對 然後剛剛有講到鋼圈12吋 然後長寬高是1890 乘以690 乘以1120 就是 不會太高 其實這個車型 我們以前看 覺得它太重 太大 是因為那個時候沒有這樣的車 對 那現在其實你看起來 它不會特別的大 沒有很突兀 對 而且我們自己在試車 它其實算滿輕巧的 對 那這樣子的車型騎起來 第一個 你在試車的時候比較好鑽 對 我們靈活性高 那到山路的話 它又不會過小 所以穩定性很好 會漂 比較好在 其實我跟你講 因為它的不是太高的 其實女生也是可以騎 對 我覺得女生也是可以騎 因為這個車子 其實女生騎起來的話 我跟你講 它的動力感更充足 對 那女生在使用上來講 我覺得一定更好用 而且女生如果騎特飾版的車 注目度特別高 對 對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大燈 大燈 它這個是LED的頭燈 只要發動它會亮 對 遠燈近燈 夠亮 以前LED燈只有重車才有 現在是SUQQUOTA也有 對 來一個方向燈 然後呢 方向燈 好 方向燈它是設計在上面的 對 那它比較這一次改變 是它的儀表 因為它的儀表上 它的造型比較大 是 那是那種一鏡儀表 那以前的話其實 說時代比較小 就算它早期有做什麼 指針混合數位的 那現在這個變大了以後 看起來 質感就比較好了 對 而且我們在騎車的時候 方便嘛 像瞄一眼就 完全知道所有的訊息在這邊 是 所以說這對一個 行車的安全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的提示 對 沒錯 它雖然就是說 它是一個SUQQUOTA 是 可是呢 它擁有重車同級的 ABS系統 哇 這個我就一直強調 就是說 現在的車就跟以前不一樣 它其實 越來越重視安全性 我覺得這個很棒 以前我們常常就在我那個年代 經常會發生這個 車子 隔不住 就像你講的 要點 緊急的時候點 誰會想要點 在天上飛 對啊 點著點著就 尖叫都來不及了 所以說我覺得現在 這個是所有用路人的一個 得到了非常好的一個禮物 就是說這個YAMAHA 在所有的上面 其實它想的 比我們想的還多 還前面 還要更完整 所以當它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這個車真的是 我真希望我現在二十歲 現在騎還來得及 來得及... 我的意思是二十歲 我還可以載妹 好 都載妹 好不好 今天謝謝你們介紹 這麼好的東西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